最近我觉得最火热的课题 还是来谈马王沛 谈到马王沛 最让我觉得可爱的就是 看到这个YB张晏群 很紧张地在这个Facebook上 放了一段几分钟的录影 她说他们是可以制衡老马当首相 第一 安华将在6月8日 就从预终或是重获自由 就算她没有办法即刻当任首相 或者是出任国会议员 可是她也将会成为 西蒙领导臣中的一个重要分子 我相信在安华的领导之下 配合着公正党 行动党 以及承信党 我们将能够有效地和普团 以及马哈提平起平坐 安华不是国会议员 更不是首相 那又哪来这个平起平坐呢 就算今天普团在来界大选 把这52个议席都赢下来了 她也不会得到巫统在国政里面 这样子的一种议席优势 那么如果土团在我们的希望联盟中 没有巫统这样子的所谓的一种议席优势的话 我们又何须担心土团会一把一把呢 既没有议席优势的土团党 都可以把老马捧上去做首相的候选人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希望联盟如果要成功执政中央政府 那么就表示公正党 诚信党以及行动党 都必须赢得跟现在一样 甚至是更多的议题 我们才有机会 那么换言之 公正党以及行动党 我们都不会是文子党 那么如果我们不会是文子党 为什么我们要担心 公正党 行动党以及诚信党 不能够有效地去制衡老马以及扑传呢 那么我又很想请问外币上面取你 难道你就认为选民支持行动党 是理所当然的吗 还是你认为 把选民当作了是投票的机器 任由你操纵吗 我们拥有一个完整的改革机制 当中就包括 首相不能够担任超过两届 以及首相不能够兼任财长 还包括我们的首相署 必须大手绳要全力缩水 这些都是确保 不管是老马或者是任何人 出任首相他都不能够独揽大权 我也很想知道 请问这个限制首相两届的这个任期 是您本身的这个看法 还是行动党的一个说法呢 那就先别说敦马会不会旅行 我们就看回头这个宾州的这个政府 宾州首长啊 在他任期这么久以来 也有没有制定这个首长的任期 或者他还要做多久呢 我们谈的是一个六十年的政权 我相信非常时期 我们需要用非常手段 什么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 我觉得他的非常手段 就是把这个analization的首相带回来 然后要我们盲目地去接受 就听他讲 就是这样吗